从乌吉利3月涉嫌女儿被捕 到4月22号 小龙女吴卓琳再次离家出走 这一对母女最近呢 可谓是水火不容很难亲近 就连前几天的母亲节呢 二人都没能在一起庆祝 这没过几天啊 终于被大家逮着了 在外撒花的吴卓琳本人了 当记者在机场撞见 玩消失上瘾的吴卓琳的时候 她正在与同学一起 步履悠闲地前去登机 与应对媒体追问 焦头烂额的妈妈吴卓琳不同 吴卓琳显然要轻松许多 虽说此行目的纯粹为了看风景 但吴卓琳还是透露 现下与母亲吴卓琳的关系还不错 至于自己缺席的母亲节 当旅游回来再给妈妈补上 然而在同情的外籍老师看来 吴卓琳这个年纪 还不适合正面回应一些 超过她年龄承受力的问题 不断提醒记者结束采访 话说1999年出生的吴卓琳 算算年龄也只是刚满16岁 正值所谓的青春叛逆期 也正是因为她和成龙之间 简不断理还乱得血缘亲情 让这个懵懵懂懂的小姑娘 承受了太多的关注 尤其是报警举报妈妈酗酒 以及三番五次的离家出走 让她比许多二线明星 有更多的机会登上娱乐版面 希望这次的旅行 能够给她一个环食的空间 做回同龄人应有的单纯 得到同龄人一样的幸福 娱乐星天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